1903年6月8日 加里斯多高惠黎生于意大利北部小镇克尔纳 他的家并不富有 但家人勤奋工作敬畏天主 高惠黎同母亲感情非常好 他的虔诚精神就是母亲灌输给他的 1908年高惠黎一家迁往都陵 并参加唐区主日药礼班 教导高惠黎的修女很欣赏他 更告诉他的母亲他将来会当神父 高惠黎后来更入读了慈悠会的圣若望学校 成为模范生 他祈求天主赐他圣宠 让他效法圣瑞丝的纯洁并成为神父 其后高惠黎在华道角学校完成四年中学课程后加入慈悠会 1919年9月19日 高惠黎宣发修道圣院 在华萨利切修读哲学 在哲学三年级时 他被派到都陵圣若望修院 以导师身份推行使徒工作 高惠黎非常虔诚爱护青年 更组成圣瑞丝善会 1922年 高惠黎修士去信给中国传教区的长上毕少怀审赋 要求让他到中国当传教士 1924年 他和其他传教士并出发经香港 澳门到达上海 在当地的工业学校及孤儿院工作 高惠黎修士亦曾到地稳生活两年 休碧神学 在中国传教的旅程并不容易 高惠黎修士一直承受着忧苦和病患 肠胃不好 但他把痛苦隐藏起来 当他患上瘧疾后 没办法再隐藏 消瘦了不少 可是他还想继续工作 康复后的身体依然虚弱 但高惠黎修士仍与青年同行 游戏 希望他们欢乐愉快 高惠黎修士其后被派往邵州 于1929年5月18日 由雷鸣道主教主身为神父 1930年2月 雷鸣道主教邀请高惠黎神父 到邵州泰网教友 出发前不久的日子 高惠黎神父写信给母亲说 生命就是不断地受苦 妈妈 不要忧虑或惧怕任何事 如果你协同耶稣背负十字架 这十字架将是轻松干溢的 2月25日 他们一行人乘船前往连州市 不幸遇上了海盗 2位传教士为了保护同行的妇女 在寂静的丛林被抢杀 其中一个行刑者回忆说 真是奇怪 我见过很多人死 他们临死时都很惊慌 但这两位传教士却很喜乐 高惠黎神父的遗体 安葬在河西圣若色堂 1953年 教会展开他的裂品程序 1976年 教会宣告高惠黎神父 及雷鸣道主教为殉道者 到2000年10月1日 他们被教宗若望保禄二世 册封为圣人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